第21题,结于左右两只手的食指轻压铅笔的两端,如附图所示,若铅笔呈静止不动,请比较左右两只手对铅笔的作用力大小,以及两只手所承受的压力大小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这个就是课本上所附的活动,老师上课讲解过的内容,我们铅笔静止不动成平衡状态,两例要平衡的条件较大小相同方向相反,作用在一条直线上,所以左右两只手对铅笔的作用力大小是一样的,而两只手所承受的压力,压力的计算公式是P等于F除以A,作用力除以我们的接触面积,刚才已经讲过了, 两只手的作用力的是力量是一样的,所以铅笔打回来的力量也是一样的,那么我们左手,我们的力量虽然是一样的,但是我们的接触面积比较小,所以我们算出来压力会比较大,所以左手所承受压力比右手来的大,因此第21题问我们说,请比较左右两只手对铅笔的作用力大小,以及两只手所承受的压力大小,下列叙述何者正确? 我们答案选的是A,F左等于F右,P左大于P右